好 再來又看到海盔颱風 雖然說中心已經在晚上出海 但是呢 台灣天氣還是持續受到它的影響 在花蓮市區就出現了間歇性的降雨 雖然說有觀光客不為風雨前來東大門夜市 想要喝珍珠奶茶 不過呢 到了現場發現鋪了空 詳細的狀況 連線記者劉之宇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花蓮的東大門夜市 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夜市這裡呢 這個雨勢跟風勢其實都是不小的 而且呢 這個雨伴隨著風還是一陣一陣的吹來 是非常非常的強勁 而且這個雨勢呢 是間歇性降雨的一個狀況 所以民眾還要特別的留意 那另外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夜市這裡 所有的攤商全部都是關門的狀態 他們在這邊呢 已經是綁好了帆布 用這個繩子捆好 就是怕裡面的東西會被這個 海盔颱風的強勁的風雨給吹走 只不過呢 我們剛剛呢 在夜市這邊呢 還是有遇到了一組就是外國的遊客來到這邊 帶您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還沒想到這個颱風到這個花蓮 到夜市它關門了 沒有奶茶 遊客表示呢 其實他們是從今年3月的時候 就開始計劃這一次到台灣的旅行 他們一路從台北玩到了花蓮 他們想要再下去台東 只不過沒想到遇到了這個海盔颱風來襲 把他們的行程全部都打亂了 他們想要在市區找一間吃的 都是沒有辦法的 那另外呢 剛剛記者也有發現呢 現在目前市區呢 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速食店 因為其實目前有開的店家 真的是非常少的 另外還要提醒民眾呢 雖然海盔颱風出入以後 這個氣象局預估它的那個風勢呢 是有在減弱 不過呢 現在一切都還是很難說 而且可以看到現場 這個降雨還是持續的在下 因此提醒民眾出門在外 還是要千萬要小心 並且做好防台準備 以上是記者在花蓮 問您帶來的最新情形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